梦想有机会可以成真 一位34岁马来西亚孤儿院的教育顾问 她有一个心愿 想要带着孩子出国去拓展事业 她很努力接洽当地的电视台和台湾观光局 没有想到真的让她的梦想实现 意外获得赞助之后 带着20位从来没出国的孩子 展开围棋七天的台湾之旅 穿着传统服饰 20位马来西亚的小朋友 开开心心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参观游览 一路上哼着歌来到了著名的五尾熊馆 好可爱哦那个五尾熊 可爱又慵懒的五尾熊让小朋友超开心 另外还到了猫熊馆 圆滚滚的猫熊更是让小朋友为之惊奇 这群乐观开朗的小朋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孤儿 这趟台湾行对他们来说根本是不可思议 披着糖红色头巾 这位34岁的教育顾问发起了一个想带孩子出国的愿望 于是接下了当地电视台和台湾观光局 经过不断的努力梦想也意外成真了 两国交流让第一次出国的小朋友看到不一样的人事物 拓展视野也教导他们只要努力 不可能也会变可能 不可能也会变可能